《玛窦福音》第23章 那时,耶稣对民众和他的门徒讲论说 经师和法利塞人坐在梅色的讲座上 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行要守 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 因为他们只说不做 他们把沉重而难以附和的担子捆好 放在人的肩上 自己却不肯用一个指头动一下 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教人看 为此,他们把精霞放宽,一岁家常 他们又喜爱沿席上的守卫,会堂中的上座 喜爱人在街市上向他们致敬,称他们为蜡笔 至于你们,却不要被称为蜡笔 因为你们的师父只有一位 你们众人都是兄弟 也不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 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 就是天上的父 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 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 就是墨西亚 你们中那最大的 该做你们的仆役 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 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 祸灾 你们京师和法利赛假善人 因为你们给人封闭了天国 你们不进去 也不让愿意进去的人进去 祸灾 你们京师和法利赛假善人 因为你们吞没了寡妇的家产 而以长久的祈祷做掩饰 为此 你们必要遭受更重的处罚 祸灾 你们京师和法利赛假善人 因为你们走遍了海洋和陆地 为使一个人成为皈依者 几时他成了 你们反而使他成为一个 比你们加倍坏的地狱之子 祸灾 你们瞎眼地向导 你们说 谁若指着圣所启示 不算什么 但是谁若指着圣所的金子启示 就该还愿 又昏又瞎的人呢 究竟什么更贵重 是金子 或是那是金子成圣的圣所 还有 谁若指着全凡祭坛启示 不算什么 但是谁若指着那上面的贡物启示 就该还愿 就该还愿 瞎眼的人呢 而启示 那指着天启示的 是指着天主的宝座 和坐在上面的那位启示 祸灾 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 因为你们捐献十分之一的薄荷 回乡和石螺 却放过了法律上最重要的公义 仁爱与信义 这些固然该做 那些也不可放过 瞎眼的向导 你们绿出文锐 却吞下了骆驼 祸灾 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 因为你们洗擦杯盘的外面 里面却满是劫夺与贪欲 瞎眼的法利赛人 你先应清洁杯的里面 好叫它外面也成为清洁的 祸灾 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 因为你们好像用石灰刷白的坟墓 外面看来道华丽 里面却满是死者的 骨骸和各样的污秽 同样 你们外面叫人看来道像义人 你们里面却满是虚伪和不法 祸灾 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 因为你们修建先知的坟 装饭是义人的墓 且说 假使我们生在我们祖先的十日 我们绝不是他们流先知血的伙伴 这样你们自己作证 你们是那些残杀先知者的子孙了 你们就来补足你们祖先作恶的尺度吧 蛇啊 毒蛇的种类 你们怎能逃避地狱的处罚 为此 看 我打发先知 贤者和精师 到你们这里来 其中 有的你们要杀死 有的你们要钉死 有的你们要在你们的会堂中鞭打 有的你们要由一城市 追逼到另一城市 好叫留在地上的一切义人的血 自义人亚伯尔的血 直到你们曾在圣索与全凡祭坛间 所杀的贝勒基亚的儿子 泽加里亚的血 都归到你们身上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一切都要归到这一代人身上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你常残杀先知 用石头砸死那些 派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 有如母鸡 把自己的幼橱 聚集在翅膀底下 但你却不愿意 你看吧 你们的房屋 必给你们留下一片荒凉 因为我告诉你们 自今以后 你们断不能再看见我 直到你们说 因上主之名而来的 当受赞颂 有请不吝点赞 石头瓶 我刚才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